由于疫情导致难以运来新鲜的竹子 旅居加拿大的两只中国大熊猫 大毛和二顺将被提前送回中国 原方表示大熊猫只吃新鲜竹子 稍微老一些的竹子 大熊猫就不吃了 按照中加两国协议 两只熊猫原本应于2023年归还中国 网友们纷纷表示 欢迎国宝回家吃饭